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是多彩多姿的生活 那为什么在婚后我只把我的视野就局限在 过往过境和过境 我还可以把我的功能转换成良能 那经过大爱妈妈的课程之后 其实首先改变的是我跟孩子的态度转换 生命的长度没有办法控制 但是宽度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苏佛说过一句话 宽度人是我最大的菩萨 我自己菩萨如果过得不好 我要做那么多的宽度都是假做的 在买到 我吸收到上人的把 放在我婆婆身上 我婆婆给我很大的毁灭 因为为了要照顾婆婆 那一年我的工作就是 几乎都是在医院陪伴她 我婆婆在那一年 在我在跟她灌洗在化妆室的 卫浴间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兄弟 我面穿头上有三万块 是可以让小婷给小婷给小婷子煮菜 我好感动 我真的好感动 在在这里 实际这条路我真的走对了 我婆婆也跟着改变了 我不是改变我 我也改变了我的婆婆 让我更印证说 我就是要走这条路